大家好,我是元吉格,龐师傅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种风水的煞气 它叫孤阳煞 这种风水其实是比较常见 我们通过这个图片 懂风水的人应该就明白是什么 现在有一些小的开发商 他在修建电梯公寓的钱不多的情况下 一般它只修一栋 特别是在一些现在刚刚开发的地方 由于周边的房屋或者高楼比较少 突然间有一栋高楼 比旁边的楼要高出很多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图片 周边的楼只有七层或者六层五层 而偏偏这栋楼却有三十三层 那么这种风水是大凶 这个是大凶的 在风水上称为孤阳煞 这是一种过阳过刚的风水 这种风水容易导致什么问题 首先一个容易导致住在这里面的人性格过于高傲 性格高傲的人没有什么朋友 没有人帮助 身边的人都讨厌你 看着你都躲得远远的 所以这种风水是不吉利的 而且在民间我们经常会找枪打出头两 风水也是一样 如果别人都是这么高 你飞要更高 那么你就是出风头 你就会出事 所以这种风水是不吉利的 俗话说鹤立鸡群并不能够体现到吉祥的一面 反而是一种凶的表现 所以我们在选择住房的时候 你要选择楼高 那么旁边一定要有高楼 比如说你选择了三十三层 那么旁边一定要有跟你差不多高的楼层 矮一点点也无所谓 总之不能够比旁边的楼矮的太多 比如说这一栋楼 这栋楼是三十三层的 那你选择这个楼层的时候 选择这个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选旁边有跟它相当的矮一点点没关系 比如说三十三十一 这种都是可以的 当然在选择这个楼层的时候 旁边最好是三栋 三栋以上 如果是一栋两栋的话 也是不好的风水 因为在风水上 我们也要讲究旁边一定要有朋友 有伙伴 那么这种风水 才是非常合适我们 租居 否则这种风水也是不急的 但是如果你已经买了这种楼 而且住进去 那我们要通过什么方法去化解 最好的方法 只有帮家 帮出去 帮出去才是最好的化解方法 因为你住在这里面 不帮走的话 这种风水是非常的不利的 如果你是从事 需要朋友帮助 需要贵人指点 扶持的房页 比如说你是从事仕途 那这种风水就会导致你 没有朋友帮助 没有贵人 身边的人都孤立你 那么你的仕途 肯定不会有好的发展 如果你是在职场 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你是做生意的 同样的这种风水 也是不好的 第一个 只有帮家是最好的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风水化解 比帮出去最好 还有一种选择 就是如果你选择在这里的话 尽量不要选择高楼层 选择低楼层 跟周边的房子 差不多平行的楼层 这样子也会好一些 第二种 就是通过风水布局来加长 它的能量 至于这种方法布局 这个一下子也说不清楚 这个要根据它的潮上 来排悬空飞行旁 通过飞行旁 找去当万的方位 其他的具体位置 据说目前 目前我们这是属于八运 八运当万的是什么 八九 八九方 我们可以找到这两个方位 然后在这两个方位上 布置一些比较万它的 风水物品 来加强它的能量 从而要这种楼 不那么空虚 不那么孤独 放了孤阳煞 其实还会导致 一个方面的问题 特别是对那种 未婚 男士 女士 都是不好 女士不容易找到对象 女的嫁不出去 男的找不到妻子 好 今天的风水知识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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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